如果您想將雲端硬碟的共享資料夾加入OneNote平台中,可以參考素文老師的這篇文章 首先,請將要共用的資料夾設為共用 開啟連結共用設定,將連結設為知道連結的人均可檢視 找到連結文字中ID後方的字串 使用部落格文章中所提供的iFrame語法 語法中有兩種檢視方式 一個是以清單方式分享,一個是以格狀方式分享 這張圖上顯示兩種檢視方式所呈現的樣式 回到OneNote後,選按建立單元 簽入 將剛才已經替換好的iFrame語法複製後 貼入編輯區中 這樣您就能看到剛才雲端硬碟資料夾中的內容 已經顯示在OneNote的編輯區中 OneNote雖然可以很方便地將影音網站上的每一個影片 變成一個個獨立的教材 但是,如果您想要將別人收集的播放清單 或是您自己收集整理的播放清單 在OneNote中以一個教材的方式呈現 當作是同學的參考資料 這時就必須使用簽入的方式來完成這樣的設定 首先,請找到您的播放清單 按下分享 選按簽入 您可以選擇簽入時的影片大小 完成後,將上方的語法複製 回到OneNote中 選按建立單元 簽入 將剛才的語法貼入到編輯器中 這樣就能在一個單元教材中 把播放清單的內容顯示出來 在這段影片內描進了 結束一段時間 已經下一次 再到哪一位 請到哪裡